国内的饮料包财厂红泉以及福珍跨足无菌饮料充填代工业务 其中红泉旗下的张州无菌饮料充填厂一期厂呢 目前产能满载 那预期引引客户订单的需求 明年还会在计划要扩建二期厂 成功打进大陆知名凉茶品牌供应链 另外包括泰山、魏丹等多家集团都是重要客户 洪泉近年来业绩动能强劲 去年合并营收年增6.55% 突破166亿元 EPS4.27元 预期今年业绩渴望持续向上成长 大陆我们有继续跟大陆现在 两家很大的饮料厂排名在第一二了 现在都有开始谈合作 那也已经都有确定了 旗下张州无菌饮料充填厂一期 第三季的月产量约在120到150万箱 目前产能利用率达到满载水位 规划明年还要兴建张州厂二期 打算再筹设一条无菌饮料充填生产线 我们陆续在缅甸、印尼甚至于在泰国、越南 我们都有在第二期的工厂的一个开始 洪泉业绩动能强劲 另一大厂扶针更成功越居大陆第三大马口铁灌厂 仅次于中粮以及奥瑞金 砸下4000万人民币 首度在福建、漳州 筹设两条马口铁灌、无菌饮料充填生产线 8月量产 预期新厂今年光是代工产值 就突破2亿元 虽然天气越来越炎热 旺季溢柱下 两家大厂都渴望交出好成绩 替营运载天柴火 副日秀的关于台北报道 显示起来 大厂明 qua 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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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